草屯镇妇女防火宣导队 为了要靠场这一年来姐妹们的努力 特别在县政府消防局草屯分队 来举办中秋联谊活动 先议员廖子佑也到场 与所有妇宣队的姐妹们 来庆祝中秋佳节 这个妇宣队的姐妹 今天特别来威乐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的风会 宣度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中秋节 要到很多地方都在烤肉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用火的一个安全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 对到我们地方很大的帮助 感谢我们这些姐妹 傅宣队分队长感谢所有姐妹们 爱家爱户的宣导 也深耕居民防火的正确知识 中秋年龄以及顾问年龄 是为了为了我们的傅宣姐妹 这一年来这么辛苦 爱家爱户做防火宣导 以及防灾避难逃生 教导民众如何来 在灾难发生时如何来应变 先议员林宏宏感谢傅宣队的努力 希望透过宣导能减少救灾的几率 我们除了为了我们志工 以及消防人员的辛劳之外 期待说 妇女宣导防火的这个宣导 比平常的救灾 其实更重要 让我们人民有这个 如何防止火灾产生的一个 优犯意识 比我们的救灾 其实更行重要 感谢傅宣队为宣导正确的 防火知事努力 希望能降低消防队救灾的几率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